在昨天一大早嘛 我就说好热蹲大鼠 我居然还去海边 侯友宜一大早抵达会场 烈日下等韩国瑜等了 差不多10到15分钟有了 他亲自迎接 韩国瑜一抵达之后开始咯 热情拥抱呢 揽着他的肩膀不放 还有一直牵着手啊 一直受访等等的 所以呢又是牵手又是拥抱 最后也当面道歉了 当面道歉这很重要 那甚至还有韩国瑜对着这个 侯友宜说 敲敲话 其实两个人都有在说敲敲话 那听说韩国瑜对侯友宜说敲敲话 叶远之看到他的嘴型 他觉得是在跟侯友宜喊加油两个字 先看到这边就好 感觉起来双方能做的都做了 尤其是侯友宜做的是全套 我昨天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 很多人说从昨天拳戴会上 真的感受得到 也看得出来 侯友宜的眼神非常的懇切 但是韩国瑜的一举动 也非常大气 所以我比较好奇 韩粉怎么看 就要先来问问浅秋了 昨天我相信侯友宜见地了 他已经展现了他前所未有 今天早上要唱那个歌叫做 我低热情啊 他就没有看过这么热情的侯友宜 那他的确是用他最大的热忱那个逮捕归案抓到处都抓着韩国瑜 那卫瑜本来就不是主角 那也不是党职的身份 他已经这样全力配合了 所以接下来所有的发展呢 应该真的就 会有疑要回归到自己的影响力 想办法拼命掉跟冲刺接下来自己的选情非常重要 那么也不用再有其他周边的见缝插针 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第二点我自己感触比较深 当然还会担心是不是会 哎哟 让你够掉 让你沾到 有点切割的这样子的概念 那经过这一战这段时间以来 不管他是成前做公益 还是发现在两岸三地这种反送中氛围 今年两岸的议题这么已经不一样 证明了很多的过程非战之罪的原因 所以也算是还他了一个公道 那看看连他进场出场 各种人气上面的表现 就代表很多支持者 还是对他很有热情 那我相信这份热情 当然也希望以他的大气 也想要感染给侯友宜的团队 让他也可以在这样的热情里头 大家一起努力嘛 那当然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的是最后是 到底这样子的全代会 观众一新的感觉 是不是真的可以延续下去 民调有没有机会 接下来还有一些表现上 在议题的展现上 是不是能够把高度拉出来 马上几个访美的议题很重要 两岸三地的议题很重要 他自己能不能展现出个人的美丽 所以民调这个礼拜 TBAS的民调 台湾民进行会的民调 通通都要出来了 那这样的民调 这两天没老电子报再做民调了 这两天 那TBAS是说全代会后 也会出 本来是想明全代会前 后来决定全代会后 那也是这几天开始会做民调 就会出来 马上就会知道说 那他的人气回温的状况如何 那当然亮哥说 8月23号改点时间嘛 8月23号才见真 这样一个月的时间PK跟努力 那今天早上访问郑一文的时候 他倒是相对的 很直白的说 接下来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后头 对于侯友宜 美术立委员也喊出来 所以执政大联盟 是什么意思 是接下来要怎么合作吗 还是谁要准备当副手吗 这种联想是很难避免 尤其在一个主席 这样的全代会场合 喊出来要执政大联盟的时候 接下来怎么执政 先要不能跳关嘛 总要先有在野可能的联合 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 先执政了 才有可能执政在大联盟嘛 我不知道这几个前提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 接下来真的是侯友宜的挑战 求在他手上 必须要很努力加油 展现出他的影响力才行 你这边昨天有嗅到一点点 韩粉的氛围吗 还是也是要看他表现啦 是不是 要说实话吗 说实话是 有时候过于不及啦 那有一些韩粉 因为大家都是 我听到像比方说 我直播上很多好朋友 他们就说我们 不是那种上对下的关系 不是说像过去国民党配票 我配几票你听我就对了 那他们说跟韩 所谓的韩粉这种关系 是比较对等的朋友的 甚至是自发自立的 他们自主性很高啦 所以不是你说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舒不舒服想不想要往这个方向去支持 还是他们自主性很高的啦 也不是说韩国瑜非要 他讲你们要怎么支持 他们就怎么支持 其实我相信他们还有自己的自主性 那至于说那过于不及 有没有这个拉过头啦什么的 当然他有各自的解读啦 但我只是只能说 侯友宜制他很尽力了 该谈的话该有的肢体语言 该表现的 当然尽力啦 那接下来就看大家对于这个选票支持度 有没有回笼回温的可能性 韩国瑜许了三个心愿 昨天事实上在全代会的现场 他已经讲了 哪三个呢 包括了 第一个愿望 中华民国国运昌荣 人民安居乐业 第二个愿望 两岸和平交流 发展永远没有战争 第三个愿望呢 他说 本来按照惯例是要放在心底 不能说出来的 但是他要说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下架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那包括他昨天深夜的时候 他也把这三个愿望 PO上了脸书 好 这个 前秋 对 怎么看 因为呢 刚刚亮哥琪也提到 包括你自己也讲了 就是说 整合 整合还没结束 整合才刚刚开始 那这不管怎么说 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可以讲闲话吗 三个愿望 为什么哥哥 那么热的天去海边都不会变黑 因为 我没有比基尼罩 因为我没有下水 我就在沙滩上看全带货 我这样算转移交点吗 没有啦 重点是我觉得 他这三点 其实也是在群众当中 前进过程 然后大家停下来谈的 那这当中呢 也算是给足了 侯友宜该要的面子 还有理直 跟他的所谓的 他领导之下 那接下来可能可以发挥的影响力嘛 那他也给他最大的支持了 然后对于接下来最重要最重要 他痛批民进党施政 是把大家的最大公约数给集合起来 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就是大部分民众已经受不了民进党在这样 一党独大之下把台湾乱搞不知道带到哪里去 像比方说刚刚亮哥讲两岸关系 真的是民众现在最在意的吗 可是说真的两岸关系不好 影响了是全面的经济议题 这个民众日子过不好 这三个云网里面要让大家过好日子 洗手前进 然后下架 民党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要让大家过好日子 是什么呢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旅游的人次可以冲到将近2000万 对岸来的 我们台湾也很多 家家就可以有2000万 那现在不只是对岸的旅客不来 我们团客各方面不开放 学生来一大堆规矩限制来限制去 然后两岸就是要创造仇恨 不只如此更让其他世界国家都认为台湾危险 台湾危险的话怎么会有投资呢 那怎么观光旅客来的也会有限呢 那这个慢慢盘升的很缓慢的速度 当然冲击的最基本台湾的服务业 台湾的观光旅游业 还有整个经济产业 然后再来投资呢 虽然赖清德一直炫耀说 哎呀他这几年来啊 多少台湾的这个外企来投资等等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并不是啊 因为大家都在风险评估上认为台湾危险 那很多的投资却步 或者是以厂房到东南亚或其他地方 结论是什么 结论当然台湾经济不好啊 我们各种的经济指数 还有一般民生 越是底层的 越是民生议题的这样的基层的数字 就是过得越不好啊 那没有错失业率在很多 大家台湾人很努力 大家可以花更长的工时去努力 去赚少一点的钱 这个叫什么 薄力多销 薄力多销想尽办法去打各种的工 兼拆兼拆再兼拆 为了要糊口饭吃 可是人跟过去荣井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稍微轻松点的力气 赚更多的钱 这个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韩国瑜这几点 最重要就是 这个几个愿望 是要让台湾更好 那当然也期许侯友宜 接下来就带领了这样子的方向 有机会让台湾可以走向更好 让民众再也不用受这样的苦 民党这样干得烂透了 在野党是最好的机会了 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把他给下架吗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啦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真的是三个旺都尽力了吧 对 他已经把他可以做的相对大的力量 都投入进来了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看 侯友宜是不是真的能够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把大家的焦点带回来 例如像两岸之间 不要再那么多的仇恨 而是有更多的好感跟交流 例如像这次学生来嘛 大陆学生来 我们看到 这个交流是很多的善意的表现 跟可以进一步开放交流 这个善意太好了 跟民进党就叫你仇恨 就叫你恨 恨了他才有票 这种是围堵的抗中的氛围 其实就是靠 现在更多的善意交流来进行 当然因为侯友宜现在准备 9月份要访美嘛 然后8月份要访日嘛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在美中关系 他可能有很多的bug 或是要担心美国的 这种各种的条件疑虑 可是其实主张两岸交流 创造善意这件事情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何在这个前提之下 也让我们台湾的经济 可以得以发挥 更好的往上升级 更得到全球愿意 觉得这里不危险 觉得这里安全 有和平的契机 由他探子 来带着大家 走向更多的和平 不管你再也要怎么整合 或是整合的方式是什么 但是团结再也力量去下架 现在无良的执政党 这最重要啊 那我相信 接下来这些方向很清楚 都跟民生议题 比方说你要提拜登经济学是什么 那侯友宇经济学是什么 让民众的日子可以过得好起来 两岸的关系多一点交流 多一点善意 少一点仇恨 这个就是民党最害怕的 对那浅秋 因为这个韩国瑜该做的也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他对侯友宇有期许 甚至他也说 让我们和侯市长以及本党的立委参选 人一头攜手 同步期许国家 人民更光明的未来 其实呢 他已经讲了嘛 今天话已经提到了侯友宜 可是很多人还是在记得里面挑骨头 很多人还在挑毛病 说他没有提 在昨天我看到第一时间很多媒体的标出来 就是说没有提 唯一支持侯友宜 可是魏妍她已经提到了 要好久领导我们下架民进党 这不就是了吗 我认为这是啊 这已经就是了啊 只是说我觉得也许 未来有没有其他的形式跟方式 其实真的说真的韩国瑜过去 在国民党内的论资排辈啊 轮不到做这种位置 是吧 是吧 这里 总是有党国大佬们 大家要往前往前往前 怎么说坐在那里 然后突然间 哇被往前排了 我看到杨琼英被拉开的画面 快要笑到肚子痛 等等 就是说她其实这一次 想要给的角色是 当然她是上一届的总统参选人 候选人 那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那这样的这个礼遇 或她给她的这个所谓的位置 她已经喊出了 由侯友宜来领导 对啊 已经很足够了吧 那不然呢 不然是谁领导呢 是 要不然就是侯友宜 既然站在这个位置上 接下来她怎么去 不管协调更大的胜利 或是争取更多的唯一 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唯一自己来 争取迈向胜利胜选 那她也提出自己有可能的方式嘛 那这样选民就支持她呀 会追随她 那所以由她来领导 这是很精准的用字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联盟 那这个蔡正元委员 她当然大家都各有立场 各有想法 可是都希望呢 终极目标是下架民进党 好那当然这个侯伴 执行长金普聪呢 她上节目开炮 那其中也点名了罗志强 强哥 说罗志强提出的政党轮替大联盟 灭自己威风 长他人志气 我看不起一些在最安全选区 还在搞这些把戏的人 她说在全代会之后 侯友宜就等于国民党啦 国民党执政等于走上正道 执政大联盟却不断把柯文哲抬高 这个逻辑是彻底错误 好刚刚这部分呢 其实亮哥在我们节目上也分析了 好那郭正亮说 侯伴有去了解陈长文的文章 是怎么写出来的 听说是跟罗志强有关系 罗志强当过陈长文办公室主任 关系很密切 陈长文是罗志强的恩师啦 希望有人登高一呼 所以去找陈长文写那篇文章 不过罗志强否认了发长文 他说陈长文何许人也 罗志强怎么可能叫的动静 陈长文去写文章 而另外回应了金普聪 他说对于金老师的批评 他会盖瓜承受虚心反省 其政党轮替大联盟 与朱主席的执政大联盟理念相同 只是用词不一样 目标都是希望为侯友仪 找到胜选的路径 为台湾人民努力完成 下架民进党的任务 不过呢就在这个 风风雨与国民党内 茶壶的风暴 金普聪呢直接说 罗志强你是在最安全选区 还在搞这些把戏 我们看到他的对手苗伯雅阿苗动作很快 立刻跳出来说 金普聪的话一半对一半错 错的部分是罗志强现在没那么舒适了 因为有我跟他拼 看来小强真的很急了 兵格 蛮厉害的啊我觉得 人家就是当然你们自己内斗 人家就见风插针嘛 这很正常的嘛 那不称这个时候要称什么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阿苗这样讲也是刚好而已 对阿对阿这很正常 但是这一局是让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 其实金普聪明明要骂的就是朱立伦 要不老是说啊 对阿那超明显的啊 因为朱立伦主张跟罗志强有什么不一样 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啊 结果明明更大的那个你不去骂 去骂罗志强不是很好笑吗 那就表示他不想直接骂朱立伦嘛 所以所以宁永最大他还先设计过他先点了说 全代会要上台前才 才跟侯仪讲说要执政大联盟 然后接下来就不骂 接下来转去骂罗志强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 那那很摆明的就是表示他对 朱立伦这个决定很不爽 可他又不能直接骂他 所以只要转过来去骂罗志强就是这样 罗志强就算他衰谁叫他讲 可是我必须讲啊 就是我可以体会金普冲 现在的忧心 他也怕党内这种情势会扩大 对他辅选何以 当然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可是我个人认为金普冲 不应该去接受这么多的访问 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很简单嘛 他现在角色不是参选人 他是军师嘛 那你是军师 你就是要在背后出谋划策 而不是直接跳到台面上来 你知道 他掉到台面上来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现在何以这些政策 我们都知道都是金普冲要帮他推的 那他上来之后 以他的口才以他的能耐 他讲的应该是会比何以好 那不是显得何以很无能吗 你显得就是何以是个傀儡很无能 那这样子对你要 你的目的是要去辅选他 请问一下这样对你的辅选工作有什么好处 那再来就是 你跳出来 一个一个去讲 不管是跟财政人员委员也好 跟邱毅也好 跟这些也好 你一个去对上罗志强 请问一下 你现在辅选的目的不是帮他尽量找朋友吗 结果你现在是帮他尽量塑造敌人 这样请问一下对何以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个人恩怨归个人恩怨那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金普通最重要的工作是辅选侯友宜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在台面上出来 那特别是 其实虽然他没有名讲虽然他打的是罗志强 实际上他已经在炮打党中央了 他在告诉党中央你们的决策过程完全不了解 那当然我可以体会他心中的不爽 因为我对朱立伦有很多不满 我也觉得很奇怪 哪有人什么事情都不跟下面人讲 自己直接就宣布 这也很奇怪 因为现在朱立伦最重要的任务 不是要拱侯友宜选上吗 结果你自己在决定一堆事情 也没有先跟侯伴这边商量过 这也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但是这个东西应该留在底下 你们两个就要去打一架了没关系 可是不能在台面上直接说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 我想他们 他们都出社会很久很久很久了 应该这种最基本的道理应该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金谷冲老师也许他 他有他自己厉害的地方 可是在这一点上做的是非常不治 所以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他应该要努力加强在第一个人和 你要去帮后宜尽量制造朋友 然后不要去帮他塑造敌人了 所以金谷冲老师应该尽量不要出来接受访问 我觉得他根本就应该要躲起来 你看过去哦 过去不管陈隋边也好 说现在赖心得也好 他旁边一样很多智囊一样很多幕僚 这些人有跳出来去接受媒体访问吗 几乎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要展现的是候选人本身吗 不是军师吗 你看诸葛亮 刘备还在的时候 诸葛亮跳出来来我来指挥 刘备你听我号令有这样吗 没有这样的东西嘛 你就算整个规划是由金谷冲一手包办的 你也要让大家觉得是侯友宜在指挥这个群体 然后才能够慢慢把他人设拉抬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 那老实讲他最近密集的接受访问 我个人是觉得很不对劲 不应该去做这种事 你说你稍微接受一次访问讲一讲说 你为什么要来辅选侯友宜的心路历程 这样讲讲就可以了 其他真的不需要再多说了 我觉得真的不要讲 然后跟党中央之间的纷争 赶快你们私底下去开会去协商 要求党中央跟你之间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你们可以随时协同作战 要把这个管道建立起来 那其他的就不要再在台面上讲 再在台面上讲这种东西 我个人认为只会让侯友宜的选情越来越糟了 对 不过说到这个对金普聪来说呢 当务之急当然就是拉高侯友宜的民调 毕竟时间真的不多 在今天Now News做了这个民调 问的就是你支持国民党 将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立委第一名吗 73%的民众支持 反对的是26.7% 那除了韩国瑜的部分呢 也有蓝营的人建议说 还有郭台铭是不是也纳入不分区立委名单 谢一凤委员说 韩国各自有拥护者相信朱立伦会用最大弹性 和所有伙伴一起努力提出一张漂亮的不分区名单 委员 我觉得谢一凤讲得很好 这真的是朱立伦最重要的责任 我们上一次四年前提的不分区立委被攻击了体无安妇 是啊那一次 对 说体无安妇 其实这个绿媒骂 蓝媒骂 中间媒都骂 所以搞得实在是有点灰头土脸 那这一次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就很重要 因为不分区立委代表党的形象 代表党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个意义 这跟区立委不一样 区立委就是每天早上公祭 晚上礼堂 然后中午跑通 每天搞得云头战项 去经营基层 因为不分区立委他不需要去经营这些人脉 所以一定要去跨出选区 要去跨到中间选民 跨到什么 甚至到绿营的选民里面去挖票 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就很单纯的 我代表中国国民党 那代表中国国民党 也表示中国国民党 能不能亮出一个很亮丽的 我觉得韩国瑜 不管是排副总统 或者是排这个 立法院不分区的第一名 我觉得都很适当的安排 很适当的安排 这个有这样的建议 应该给大家高度的肯定 那如果说朱立委能够说服郭台铭 来当不分区了 那国民党简直 这个侯友的民调都上去了 这哪个要伤老金啊 这个叫做政港的治疗方法 不是金普冲拿整个小刀 在马路上的摇护 找人吵架 找人打架 那个没有用的 如果今天我相信 如果说你找了郭台铭 他同意当不分区立委 然后韩国瑜啊都加进去 那你还担心什么联盟 不联盟 你每天都唱我要联盟嘛 对不对 就得了吗 所以党主席的责任很大 那我们其他人是不是要去帮助党主席啊 一刀铭整天在骂郭台铭 对不对 那他怎么会愿意呢 对不对 虽然说郭台铭他本身啊 有一个志向想当总统 像我讲的嘛 人生总是有识不而语的时候嘛 对不对 要为中华民国努力 为爱台湾 也有第二个选择嘛 也有第二个选择嘛 第二个选择嘛 那如果你 你这个朱立伦 就把过去啊 因为这个郭台铭方面总觉得 你朱立伦在耍我 哎呀放下身段 对不对 那我相信只要你身段够的话 也许可以化解这些恩恩怨念 像那个 活友宜有没有 以他的个性跟脾气啊 在全代会啊 对韩国瑜那个身段已经够低了啦 当然也可以在低一点也没有错 有人说这还不够 还低一点 那我这个我没有意见 人家韩国瑜也很 很大方啊对不对 该表现也都表现得很好啊 所以如果说 这个鲁索不分析立委 有这种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 不要社会不分析立委一公布 他想我还搜索还找不到的 那就头痛啦 社会不分区就要有社会影响力 这点要很重要 不管是哪一种 艺文界的影响力 或者是这个青年界 妇女界各方面的不影响力 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民党 有一个很坏的结构啦 就是好像说历任党主席都各有一个提名权 塞在安全名单里面分配 我觉得朱立伦大可以打破这个规矩 什么总统候选人等等 我就公开主张啊 从上一届到这一届 我想说那些劳苦功高 为国民党在沦陷区打拼的人 像谢隆介 就应该为不分区安全名单啊 对不对 可是上次就累了一大堆 那就是党内各派系 折冲尊主的结果 我也看不见 那当时吴敦利把这名单给我看 我刚看得当傻眼 我跟主席说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年轻化一点 这个摄影啊 吴主席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没有办法 有各方大人意见很多 要打破这个规矩 真的打破 完全考虑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你现在国民党的社会支持度 比活友余高啊 至少有20%啊 表示我们不分区立委会选得不错啊 那不错你要加强这个不错 那他变成什么 赢到三层 四层五层以上的不分区立委嘛 我们现在不分区立委很可怜 那才几席啊 对不对 那有些年纪太大 通通要换嘛 通通换 有些在立法院表现不佳 也通通要换嘛 不能说哎呀 我这个团体一定要几个 我这个团体一定要几个 那你国民党 永远说在你的小团体里面 是 没有意义嘛 你要让把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 像 这个韩国瑜有影响力 郭台铭有影响力 那我也公开讲过 黄氏旧有影响力啊 你看人气轻 他至少在核能那一块 哎 一个人能够发动一个核能公投 还年数二十几万 那不太容易的事情啊 要拉进来啦 那你如果不理他啊 你把他丢到外面去 哎 搞不好别人捡走了啊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啊 因为这个不是你国民党 自己内部产生的力量 是社会力量 所以不分区立委 就要吸收广泛的台湾 代表性的社会力量 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很有机会接近过半 好这个是网友哭哭抖内进来 他说支持蔡振元 支持国民党侯友宜加油 好请教亮哥 不是亮哥 兵哥 这一次因为我要讲亮点啊 好不好 就是这一次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呢 我们可以真的期待会有亮点吗 因为你看昨天提出了 韩国瑜要列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No News的民调做出来 7乘3支持 我觉得 如果韩国瑜愿意的话 那当然OK 但是这种东西你要先去问人家愿不愿意 是啦 你不能都是自己在那边安排一大堆 有的没的 在那边分官派预决 我觉得这个没意思 就是你一切都要大家先协调好 那如果能够说服郭台铭 来当不分区 那当然是一个大喜事啊 对不对 表示他愿意跟国民党团结在一起 这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都这个都是OK的 只是问题是这个任务的难度超级高 我也想不出来 为什么郭台铭要当一个不分区立委 我是想不太出来 但是他当不分区立委是有理由 不单是团结国民党而已 他也可以算是高科技产业的代表啊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 所以我认为 如果这个方向可以努力的话 那当然应该要试着去努力看看 可是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现在朱立伦从5月17号征召完侯友宜之后 到现在跟郭台铭恐怕连个电话都没通过 那在这种状况下 请问一下怎么样邀请他来 所以这个恐怕是 郭董自己他到底 愿意做到什么地步的发展会比较重要 那不分区上一次 大家为什么骂成这个样子 就是当其他党 不管他们提出来的人到底是好是患 至少人家表面上是比如说各种弱势团体的代表啊 艺文的代表啊 环保的代表啊 或是相对的年轻化的程度都是蛮明显 虽然这几个人后来进了立法院 都是一群橡皮图章 就专门帮民进党护航什么也不会干 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好 那国民党上次列的 说真的第一个高龄化的现象非常明显 然后跟主席跟党中央的关系 又显然是超出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这就变得非常尴尬 就变得好像只是你党中央在 在分派自己的利益而已 完全没有去考虑到整个社会的观感 那这一次就当然不能重蹈覆准 你一定要做出一个符合社会观感 那除了少数几位指标信 像刚刚讲的我都同意啊 比如说那个谢龙介 我觉得把他排上去合情合理 上一次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吴敦毅本来是把自己排在前面 然后排在前面被人家骂翻了之后 他就硬把自己拉回来 拉回来之后呢 还硬要排在谢龙介前面 这到底什么逻辑我就搞不懂 是一定要保证他上吗 党主席去当个不分区立委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 不是我补充一下 跟我建议有关系 我建议吴敦毅说 你就排国民党不分区第一名 然后告诉大家说我要选立法院长 如果我们国民党息事不够 我选不上立委来院长 我辞掉不分区立委 那你要宣誓啊 他就后来 他只听到一半 他只听到一半 我们当幕僚的建议只能到这个地步 不是好像大家都认为 我这个策略是对的嘛 可是他要讲出来啊 他没有讲 人家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朱立伦 如果这次他有这种气魄 就是国民党如果没有成为 国会多数党的话 他辞掉不分区让别人当 那可以啊 那也可以啊 党主席当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并不过分啊 如果说你带领的绩效不佳 你只当个阳春立委 搞个有什么用呢 你就辞掉吗 如果朱立伦用这种方式 去带动士气 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但是你是要有一个 要告诉大家你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要让大家能够服气的一个说法 这是非常重要 然后国民党内有很多 就是有为党付出的 为党辛苦的这些人 你们也都要去考量到 也要再给人家机会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 我现在不知道国民党内归到底是什么 但是应该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内归 就是党扶植你一届 之后你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 有道理有道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明文规定 这样才不会说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万年不分区 那有的人就要在外面出去打拼 这个也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够把整个游戏规则定好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不要只有党主席一个人知道 要整个公告周知 整个党就是这样的玩法 那我觉得慢慢形成制度之后 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游戏规则怎么玩 愿意参与这个游戏的人才会多 不然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 那大家就都走后门吧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说到了韩国的因素 最近这个超级韩粉的都来挺猴了 包括了熊海玲 这是艺人 她说民进党做的在烂 选举到所有支持者 还是会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国民党支持者呢 就把自己人曾经犯的错是无限扩大 当初侯友在新北市场选战大胜的时候 大家都说她是未来国民党唯一战将 才没多久突然变成十二不赦之徒 她犯的错 其实就是说错几句话而已嘛 所以她要粉丝想想 她要支持者想想 只要她能把民进党拉下台 只要她能让台湾走得更好 我没有什么道理不支持她 那么另外一位就是 包括亮哥昨天特别讲的 说演上我们节目的 这个退役少将利政杰 亮哥最近常跟他同台 李将军说每天都在帮侯友谊拉票 他是超级韩粉 郑南军 从韩国瑜选高院市长的时候 就以将军之姿 守护在韩国瑜的身边 他现在公开在电上讲 所以亮哥说 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支持侯友谊了 效果也会真的出现 部分韩粉已经开始归队了 所以汉庭 接下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最起码最起码 韩粉这一块会慢慢回流 侯友谊的民调 还是会往上电高的吧 当然会 会慢慢回流 下面那个什么王世坚 然后什么的那些绿营的讲法 我们大部分就不要去理他 你直接跳过 什么提早下课 韩国瑜 他当然是希望塑造这种言论 然后希望国民党内继续混乱 那绿的肯定就会讲 侯友谊不行了 要完蛋了 然后就希望所谓的蓝的小鸡 赶快跑出去 那跑出去之后 然后就会更加的内乱 那这当然也是一些绿营的 见缝插针的机会 那总的来说就是现在 尤其在经历了723 然后以及韩国瑜 亲自力挺跟加持之后 那有部分的韩国瑜的支持者 都已经觉得说 那我们要继续来支持侯友谊 那当然还有部分的 这个曾经的韩国瑜支持者 或者说依照民调 最后的那个结构来看 蓝营大概还有0.5 就是不到一成的 或将近一成的比例 还是在支持科的 那我们应该要细问的是说 那这些过去曾经支持韩国瑜的 为什么 现在要投给柯文哲呢 那为什么你还没支持侯友谊呢 我们是要去问他的原因 然后来化解这个原因 而不是单纯的 就开炮开骂 因为如果 因为像我们就曾经 真的遇到 他过去是这个深蓝 然后呢真的过去 跟随韩国瑜不疑虑的 但这一次呢 要支持柯文哲 那我们要问他说 那为什么呢 那他当然就讲了一些理由嘛 讲了一些理由 那我们就要讲说好 那国民党肯定是知道这一些理由的 那有没有办法 针对这些理由来做补强 或者是来做攻击 那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如果 比如说我们跟他讲说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拼命骂柯文哲 你会转而投给侯友谊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 这并不是他本来不支持侯友谊的点 对吧 他不喜欢侯友谊可能有1 2 3的原因 或他喜欢柯文哲有1 2 3的原因 那如果你没有针对他这6个点去做破解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扭转到他的喜好的 所以 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 是我们除了要 我们不能够光靠呼吁 对吧 光靠呼吁说 哎呀这个大家要回归啊 这个大家要赶快来支持啊 没有用 因为大家肯定都知道 为什么侯友谊的民调现在还哪一些问题 哪一些部分要加强 那当然是应该要对阵下 要直接把这些该补强的东西给补齐起来 而不是单纯外面的呼喊 或者呢拿起武器来攻击 本来想讲拿小刀 后来讲太敏感 不然小刀两个字还是讲出来了 所以还是讲出来 所以总而言之 我认为在大局观上 那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党员 那应该积极地呼吁更多人来支持侯友谊 那民众党的党员 也是要积极地呼吁大家来支持柯文哲 本来就是比谁 比较能够来打击民进党 所以现在最大的可惜就是 大家都在讨论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就很少讨论外面的事情了 那这还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才会尖歌讲这种话 他说侯友谊在总统大选禁足中 已经没有空间了 可以提早下课了 国民党全奈会上 喉含大拥抱 所以韩国瑜对侯友已经仁至义尽了 金普通要求国民党所有党公职遵守三重四德 但党公职小金门人在心不在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用党禁用小刀到处乱刺 结果刺到自己 不过呢 王世坚不是他骂谁谁就有可能会当选吗 不过回过头来 我先这边张梅华抖内进来 他说友谊在努力 县市首长请出力 立委战将要自弃 全党议员要争气 忍朝热讽一边去 政党轮替才服气 另外宋仲基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郑立文思前在电台开炮 陈玉珍挺郭台铭 蔡振元在节目上公开自己的私人事件 不断的批评金小刀 试问到底是谁有问题 谁在建议谁在黑猴 大家都看得出来 那现在所有节目都在骂猴 所以他再次公祝民进党 2024当选 大家准备上战场 亮哥 我其实大家是在骂金小刀没有骂猴友谊的 是啊 我们是在建议猴友谊要多做一些 竞选该做的事 我其实没有骂过猴友谊 我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穿零机一动 补一个冷笑话 冷笑话 对吧大家都说呢 这个小鸡有很多问题 这个母鸡要变强了 那我们就问猴友谊 你是母鸡吗 猴友谊说我母鸡啊 小鸡要不要靠过来取暖 吃奶 那是小鸡的判断 这个是很自然的啦 比如说我们就挂看盘就好了 你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一大堆民进党的区域立委 主动去挂跟赖清德的合照 那搞不好有一些更忠心的 就是英赖都挂啦 那你接下来就看国民党会有多少人挂看盘嘛 那到时候金小刀是不是要一个一个点名骂 你要做这个动作吗 这个做到最后就是人家挂啦 挂在巷子里啦 那自己的大看盘挂在大街上 当交差啦 就是这样嘛 这个以前民进党也发生过啊 这个就是 那个民进党2007 08年在选的时候 有谁要挂陈水扁的看盘 没有嘛 陈水扁那时候贪污案已经爆了嘛 那难道这样就是不尊重总统啊 这个就是选举的现实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啊 你用讲的用道德券说没有用啦 那你直接用讲话去指责啦 骂某些人啦 也没有用的啦 我讲政治是凭实力原则啦 政治是最现实的啦 你用道德谴责有什么用 比如说林金杰这个案子 现场找到物证叫扇子啊 那林金杰一定问你说 你证明那是我印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郭台铭印的 或者是勇郭的后援会印的 你怎么知道 你去查啊 我跟你讲 查到最后你就没有证据 你就办不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民众 都用道德的角度啦 遵守党纪的角度啦 来呼吁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 侯友谊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候选人 候选人该做的动作 你都做了吗 你有做吗 你现在还有五天要上班耶 所以你现在在顾台风啊 柯文哲跟赖清德是 全州没有一天休息的啊 都在搞选举啊 那你这种情况你就要 有更多设计过的活动嘛 不然你怎么会出新闻 对不对 人家是在这样在看你 在帮你召集啊 那你就说这样又是在骂他了 你拜托好不好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的 小传啊 我没有看过侯友谊的小传的文宣啊 没有嘛 我们没有看到啊 赖清德不知道出多久了 这首出三个月以上 那柯文成了也很久啦 柯文成在电视上的新闻已经多到 在编科语录啦 在编柯文成的人身智慧啊 柯文成的政治领导啊 这种东西都出来了耶 我讲的是影片的 人家想办法再来找你侯友谊的影片 连找都有问题嘛 都不够或者是梗 没有梗嘛 没有金句嘛 那你叫人家怎么帮你辅选 这个就是一个候选人 该做的基本动作嘛 那如果侯友谊对这个不熟 那就是你的进种有问题嘛 那金小涛已经来了 7月1号就来了 那为什么这种东西到现在还是没看到 对不对 那你既有的团队 你这种东西为什么没有出来呢 就人家真的想帮你 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政治啊 如果说你万事俱备 然后看到有人在那边偷偷支持对手 那当然你可以指责人家嘛 可是如果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那政治就是实力原则啦 就你在那边叫叫叫也没有用啦 到最后你的票还是投不出来啦 你就是要增加你的实力嘛 这个打铁还去自身硬啦 你自己不够硬喔 票怎么会回来 这个就好像赖清德嘛 赖清德不如果没有把民调 始终维持在30以上 你认为英系立委会会快快乐乐归队吗 怎么可能 现在英系立委就乖乖乖乖看盘 就是非你不可嘛 就是没有办法嘛 这个你要把你的实力拿出来啊 你不会说 你为什么没支持我 一天到晚都在检讨别人 你怎么不检讨自己呢 包括候选人自己跟进种嘛 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候选人自己跟进种嘛 而不是其他人啊 其他人也很忙耶 你以为去立委不用跑行程喔 人家也很忙耶 人家如果可以不讲话也不要讲话 现在他们就尽量手上电视啊 所以游淑卫最近就失踪啊 一定是这样嘛 就人家那我去跑行程好了 我不要得罪你 就会变成这样嘛 可是他在跑行程的时候会提你嘛 比如说我们0708年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会提中共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会去提说 欸 现阳廷一票啦 我一票啦 我会这样提嘛 不可能的啦 我跟你讲现实的就是不可能啦 因为现阳廷的民调一开始就输 输满久一大段嘛 你怎么提嘛 这是同样的逻辑嘛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把自己做好嘛 就是该有的都要有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佛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